这么多年过去了,孩子一直都是豆薇心里最深的痛,三段情缘三个女人,两次婚也两个女儿,孩子一直是豆薇最爱的,有一张照片是彤彤,小嫣儿和豆薇,豆薇母亲一起合拍的,豆薇虽然离婚了, 但是还会把孩子接回来,和自己一起欢度那短暂的幸福时光,作为父亲她并不是失败的,因为女儿不仅继承她的容貌,并且还有她那优秀的强大的音乐技艺,跟王妃离婚时,统统看嘴的王妃,豆薇那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,她说自己比较无耻,心里甚至有点窃喜, 因为她当时正与高原在一起,只要她愿意,随时都能再做爹,跟高原在婚后,生了女儿豆薇院,小明小怨龙,她原本打算高原在家看孩子,自己负责赚钱养家, 但因为与王妃离婚,带来了不好的影响,很多唱片公司都打了退堂鼓,也无人请她去商演,最后只能在酒吧住场,一个月五千块钱, 后来,她把自己的小四个月租了出去,搬进高原附近单位分配的公用房里,住场的收入,加上房子和租金,勉强够用了,都玩又有钱了,她把手里所有的钱凑起来, 在小四合院附近的一个楼盘,买了两套两支式的房子,门对门的两套,一套的主人叫豆静童,另一套的主人叫豆家园,她说,作为父亲,总得要为他们留下点东西,将来女儿出嫁的时候,会告诉对方,这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,就带我准备好的嫁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